大家好 现在西班牙时间17点45分啊 我们溜了弯啊 大约三个小时回来了啊 昨天俩小时啊 前天六个小时 哎呀 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不是视频 一个图片吧 是吧 这是说公安部啊 从明年2022年1月1日起 所有的新车啊 新车强制安装黑匣子啊 然后有人评论了说 只要权力仍在手 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钱从来就是小事 都是小事啊 轻松的啊 轻轻的出一招 又裁员广进了 反正是吧 这个东西 哎 他有个准入门槛 你装这黑匣子 行车记录仪 你上哪装去啊 你上谁家装去啊 对吧 你装谁的算合法 你装谁的 又不算数 不合法 甚至还加倍的罚你的钱 就在中国啊 很多时候 不知道初衷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就即便你认为他初衷是好的 最后有各种的敛财啊 就像那个 比如说你有个小公司啊 甭管大公司小公司 你都得有那个税控机 那税控机 就是航天金税公司 航天金税 就在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 就离那个中纪委 国家监委那大院 东边 前一段 那的那个头 不是还把两个八十多岁的院士 叮当五四给打一顿吗 都给打骨折了 那个叫张什么 那个人 俩字 传说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的侄 传说啊 传说 是他大哥家的儿子 啊 然后这个 还有那个 有一个叫王继平的吧 后来在这税控机当中 好像是北京市地税吧 地税局局长吧 原来海淀区的区长 是吧 也是利用弄这些东西 发了很大的财 后来给抓了啊 我曾经在税务局大厅 我公开就说他们 他那机器有毛病 那税控机 验那个增值税发票的 我说你们这里边涉及贪污腐败 啊 我在那个税务局办业务19年 我看也就我 我从来没发现过别人 是吧 这个 就我公开的挑战他们了 骂他们了 别人都不敢啊 这个 还有 你比如说在这车上 过去说安一个叫什么 三元催化器 安上那三元催化器啊 确实啊 可能这个排污好一点 但实际上根呢 你中石油中石化 你给我们提供的 那个油根本就不合格 是高污染的 高杂质的 但是你的价钱还几乎是全世界最贵的 对不对 哎 然后让你安那个三元催化剂 说是为了减少污染 但是安上那个之后 那车就走不起来 所以呢 很多人去验车的时候 大家明白吗 就那修理厂门口 啊 不是修理厂 汽车检测厂门口 就有那个开门师部的 汽修门师部的 给你现场临时 你开到他那 给你拧上 装上 那个三元催化器 安上之后 你去验啊 然后那个在他那车间里边 哎 就合格 等出来 他卸下来 好像一百块钱吧 一百是五十啊 我忘了 可能是一百 是吧 这种情况 你看我去验车的地儿 有那个 昌平 不是昌平 朝阳 朝阳立水桥那边吧 北原那边 有个检测厂 啊 还有顺义 顺义 里桥镇 后桥 后桥村 那有一个检测厂 是叫方正 叫什么啊 那个老板姓方吗 是吧 都怎么干 啊 都怎么干 我估计别处也这么干 所以 即便说的再添花烂坠 到最后 就变成了给特定群体 牟利的手段啊 另外 是吧 谁推出这政策 这个头 哎 和这个 具体操作的这个公司 这之间 还有猫腻 还有利益的输送 这公安部 这个出台的政策 应该归公安部 交管局管 是吧 还有什么公安部 消防局 哎 这也能 消防器材 原来有一个湖南人 小黄 啊 说是小黄 他比我大啊 原来租我的房子 是我的房客 他就做消防生意 他跟我说公安部 消防局 那里边有他的哥们 哎 是吧 大家就明白了吧 好了 朋友们啊 大概齐啊 说这么一小段 得了